想让一个二次元虚拟角色突破次元壁出现在三次元有几种办法 我的答案是四种 第一种手办或BJD娃娃 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第二种真人cosplay 同样很常见 只是还原程度因人而异 第三种软质等身大实体娃娃 冷门很多 且可能会被当作成人玩具 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做的科普视频 第四种真人kigloomy 非常小众 是变装里的一个分支 也是今天视频的主题 欢迎来到包罗万象第七期 做好准备让我们正式开始 先做一个小调查 以下这些图片 如果你觉得好看能接受弹幕打一 如果你觉得违和不能接受弹幕打二 科普一下kigloomy是个日语单词 意思是卡通人偶服装 很多人从未了解过这个领域 但你们一定很熟悉它的其他形态 比如迪士尼真人扮演的米老鼠 甚至很多人都买过的连体衣 都属于kigloomy 而视频开始看到的那些图 则是经过日本动漫文化的影响之后 诞生出来的新分支 anime girl kigloomy 即二次元脸kig 和cosplay一样都需要真人扮演 但区别是 cosr是用自己的脸 去还原二次元的角色 而kiger则是直接把束纸做的硬头壳 直接套在自己头上 显然cosr的表情和神态都更加自然 而kiger虽然很难做出表情 但脸的轮廓却更接近二次元人物角色本身 还有个很大的不同是 极大多数的kiger除了戴头壳 还会穿一层类似于紧身衣的皮 包裹住全身上下 包括手指和脚趾 所以kiger不会有裸露在外的皮肤 肤色和肤质都更能还原二次元本来的样子 事实上kiger头壳还有很多分类 除了二次元动漫脸 还有2.5次元的bjd脸 就和小bjd娃娃的五官和妆容非常像 也有更写实的2.8次元头壳 看上去就和实体娃娃的脑袋有点像 那说了这么多不如眼见为实 我特地请了几位kiger来我家 让我们感受一下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穿的 好了我们进入实际体验环节 但是如果我这张脸去体验的话 可能多少有点奇怪 就带一个妹子的这个面具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志愿者 她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kigerumi的up主 哈喽各位观众 来们大家好 我是舞蹈区up主唐小V 好现在你可以回头看 好多头 我选一个 我比较喜欢这个 好那你给大家看 所以你想穿这套 是我想穿 我想穿这个试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穿这个皮 然后又把它套子去 哇这还有一个一个脚趾的 对是我脚趾的 天哪 我的妈呀 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程 不然一个 就你这么看它颜色很奇怪 但其实在相机上很ok 是吗 对就是很自然 很自然 还挺神奇的 很适合拍照 小姐姐帮我一下 我这个有点抓不住了 低头 小的眼窗子吧 加油啊 加油啊 嗯 嗯 嗯 哦 我下面见上了 哇 我觉得很顶 我的眼睛顶 顶在了里面 嗯 哦 好了好了 我觉得它应该再往下来一点 嗯 好了 嗯 可以 戴上之后立刻不一样了 哇哦 你的目标 We go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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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olliding Losing track Losing track Even God knows I'm trying Mmm It's dangerous Selfish way To love me more These days We go back We go back We go back We colliding 好 那我来采访一下 你穿这个大概花了得有二三十分钟吧 穿这个东西麻烦吗 其实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那你觉得穿上之后热 有一点 但是现在因为开始空调 然后我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 就还好 你戴这个你眼睛是能看到东西的是吗 就是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窄 我这儿你能看到吗 这儿几 我看不到 这儿也看不到 我看不到 这儿也看不到 不是你把手放远点吃你手嘛 你再放这儿 往下 往下 这儿 这是一 你只能看到这儿 那这儿呢 看不到 这儿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 这儿呢 好像能看到二 所以说戴上这里之后视野是很受限 对 是的 那你觉得这个头它重吗 在你脑袋上 还好不重 呼吸呢 呼吸怎么样 就是很缺氧 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窄 我戴上了时间久之后 我就开始想睡觉 你觉得整体穿这个衣服有什么感觉 这衣服啊 挺丝滑的 那你觉得整体看自己这套造型 作为第一次穿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我的天哪 我怎么能这么可爱 我都快爱上我自己了 就是你其实觉得这个造型是很好看的 是的 嗯 You brought out the best in me We had everything we needed You put me aside And turn out the lights For no reason What's it make believe Something you never needed What was it all for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大家好 我是仙之行的店主袁雪仙 那今天非常有幸请到雪仙老师来 以店家的身份跟我们来聊一聊 想问您几个关于制作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头壳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 一来就长这样的吗 制作头壳需要有很多复杂的环节 最开始需要设计一个样子 然后建模交给工厂生产出来的是白模 就是像这样子的 完全没有妆面是纯白色的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上面喷上肤色的漆 然后还有一些保护的漆 画上像眉毛眼睛 然后嘴 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最终呈现给大家的才是一个完整的头壳了 上色需要用到哪些材料呢 竖纸材质的 只用的模型漆 模型漆就是喷那种高达上色的那种是吧 对 是的 但我看这个它其实没有眼睛 就是一个空的 所以眼睛也是厚加上去的 对 像BJD款的头壳 眼睛是这种比较立体的追光眼 然后像二次元的大部分是纸片眼 这很二次元看起来很卡通的感觉 这块我看到是这垫了两个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眼睛固定眼睛的 然后这个是个海绵 对 这是顶额头的地方 绑在人头上的方式是通过这儿绑一个松紧带是吗 对 有绑带 然后利用假发的弹性固定在头上 这是一个拳头 它是带后盖 带锁的 这个锁还用钥匙的 对 是可以有钥匙给它完全锁上的 但是这个的话是不是对人脑袋的尺寸就有要求 它如果头太大就带不进去 对 我们的尺寸都是可以定制的 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 我得先告诉你我的头的数据 对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司马小忽悠 然后我是Bilibi上的一个up主 那其实这个圈子是一个蛮大的圈子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变装 那你是怎么确定自己喜欢哪一种的呢 最早的时候看到了乔本露露 然后觉得那种装扮特别可爱 然后一种人偶的一些的风格 自己就很喜欢 它是属于一种BJD风格的 所以我个人平常也会穿一些罗伊塔的服饰 然后我觉得就是BJD风格的话 就是更适合我 近期会接触一些二拳头盒 因为我们家先生特别喜欢初音 我其实很好奇是在他的视角里 他是怎么看你穿上这个东西 你可以直接问我家先生这个问题 他可以 他没问题 您平时会穿这些吗 我想穿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年龄 跟着身材也不是特别好 看你老婆穿上这些之后 您的心里是怎么样那种感觉 就是弥补我年轻时的一种遗憾吧 因为我认识QQ可能得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去想过去穿 但是我看我老婆穿这以后 我觉得他喜欢美 然后我希望让他特别美 然后他美的同时也让我有大包眼福 这是我的最喜欢的一个想法吧 不知道各位现在对QQ的感觉如何 但事实上 变装的范畴远比各位想象的更广阔 除了硬质的头壳 还有软质的面具 这里又分为很多小类 有的纯粹追求风格化 有的则追求写实 有的甚至连眼睛和嘴都没有 需要自己化妆去配合 还有的干脆突破了人类的限制 把自己变成了其他物种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一直往前 各位会发现 鬼屋里的工作人员是变装 舞台剧上的演员是变装 影视剧里的角色造型也是变装 没错 蜘蛛侠 奥特曼和怪兽 本质上和动漫KIG没有区别 都是把一个人变成了另外的样子 所以变装真的是包罗万象 满足了各个人群的喜好 在非人类变装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Fursuit 兽装 Furry是欧美非常火爆的一个亚文化 主要表现为对各种带毛发动物的喜爱 那恰巧Kiger 司马小忽悠 也是一个Fursuit玩家 让我们看看他穿上自己的兽装之后的效果 看到这里 各位已经对变装有了一个初步的系统了解 可能也因此产生了一个疑问 既然这个亚文化有这么深厚的底蕴 有漫威DC 迪士尼IP 日本动漫等等的加持 为何依然如此的小众 以下是我个人的四点理解 第一 门槛太高 最基础的Art and Kigurumi 头壳做工过得去的也要1500以上 算上皮加衣服 一套的投入怎么要两三千 偏真人的头壳售价更高 而非人类的Fursuit 或者魔幻特效皮套等等 基本上是五位数起步 上不封顶 入门门槛远比玩手办和Cosplay要高 直接信息隔绝了大量财力并不雄厚的爱好者 第二 恐怖股效应 确实有很多人从生理上接受不了这种东西 看着它就会觉得个影 第三 终之人的个性 选择把自己的脸用头壳或者面具盖起来 而不是展现出来 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内收的倾向 这些亚文化的玩家 往往是自己在自己小圈子里玩 很少会出去给其他人做宣传 加上现在互联网的大数据算法推荐 形成的各种信息封闭 导致他们和大众很少会有交集 那第四 性 在KIG和Furry圈 男性玩家是压倒性的多 女性玩家的数量非常少 尤其是二层人头壳 即使外表看上去都是女角色 但是其实里面可能都是男人 同时 变装元素也是不少人的XP所在 相当比例的人就是因此入坑的 而这可能让圈外人感觉接受不了 产生反感或者抵触 那以上只是我一些浅显的观点不一定对 我也采访了一些圈里的玩家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理解 我其实是在抖音上面刷到的 我觉得它就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入坑了 朋友给我看了日本那边Kigurumi的图片 也是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其中也有一些很不错 很可爱的图片 那我也想要变得好看 就来尝试做一下娃娃这样 可能是以前在网上有看到 也看到那种图片 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兴趣保持了好多年 有资金了就开始玩了 就这样子 就不想摘下来的那种感觉 好看 跟娃娃一样精致的 所以其实你是很纯粹的 就是觉得好看 对对对 变换身份的感觉 戴上面具的话 其实它是完全替换了 我本人的样子 穿全包的话 它就是完全掩盖了 我本人的样子 和生活中那种变换 着装风格 或是妆容风格等等 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有比较放松的那种感觉 让人很舒服 一开始的想法也只是 单纯的想体验一下 女装这样的 因为以前总是想 cost一些 妹子类型的角色 但是我是男生 很难做到 比较好看 但是后来好像就 观念就稍微有一边转变 有了kick这个形式之后 就想要 出自己 自己设计的角色这样子 感觉好像在满足一种 自我的一种 什么内心的需求一样 有一种成就感 其实我更喜欢 就是头科 我觉得BJD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我很喜欢 把自己打扮成娃娃之后 跟BJD在一起 一种满足感 就感觉你们两个 画风更一致了 是吧 对 就感觉好像是 就同一种东西 其实我们这一个 圈子的人呢 大部分人是喜欢 自娱自乐的 虽然很多人 还是希望可以 受到圈外人的 一些关注和理解 但是毕竟这种 小众的事情 是不可以强求的 所以我觉得 相互之间能够做到 最起码的尊重 就OK了 就希望外界 能对我们这种 小众文化更多 就是多一点包容 也要多一点关注 这种感觉 其实是希望 就是能有多一点的人 加入到这个 对 更优秀的 就是因为一看现在 其实这个 玩kick的质量 是越来越高了 像我们这种老人 已经快没有 省存空间了 是一个打破次元壁 非常直接的方式 喜欢二次元 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它可以完全释放人的 一个心底的 一个人格体现 然后会让你成为 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我就对于我而言来说 可能是一种 在我工作中 可以减压的 一个领域的东西 然后我就希望 大家不用去 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这些东西 可以更多地 去了解一下 这个可爱的领域 感谢几位被采访者 其实在跟他们聊之前 只看照片时 我会觉得很有距离感 在图里 他们都是十分高贵 冷艳的样子 似乎和我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但聊过之后 我却想感叹 原来大家其实都是 真实的亲切的人 他们在现实中 也有自己的生活和职业 为社会做着贡献 变装也只是爱好的一种 就好比我有空的时候 就会玩英雄联盟 看动漫 正如这个系列的名字 包罗万象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 一彩分成的 有主流文化 也该有小众文化 有人喜欢虚拟角色 做成的手办 玩偶 就也有人喜欢 直接把自己打扮成虚拟角色 Kigloomi虽然小众 但它确实让不少人 有了圆梦的可能 在现实里 变成自己喜欢的角色 即使性别不同 甚至种族不同 所以互相尊重 让小众爱好多元发展 或许你某一天 也会入坑某小众爱好 获得那些大众爱好里 没有的乐趣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